那我们今天早上已经有发出新的这一个公文 就是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来简化 所有关于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开立的表单 一共有四种表单 第一个是病人治疗的同意书 因为这一个药呢 它是专案进口 它没有这个药害救济 所以这个关于它的好处坏处部分 确实是需要医师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告知病人 但是先前我们都是要填写这个纸本的同意书 在居家照顾这种远距的模式之下很难执行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简化这个程序 让我们远距照顾的这个居家照顾的团队 可以用病例加注知情同意相关的字样 来代替这个纸本同意书的填写 当然还是要要告知这个病人相关的一些 这个药物的注意事项 也会提供这个用药须知给病人来阅读 那至于在医院跟急检所的部分 因为民众是住住在这个医院的病房 或是急检所的这个房间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填写同意书的程序 不过就是说不限定一定要用我们CDC 那个比较完整的版本 可以自制这个另外的同意书的格式 能够方便来操作 那第二个表单是这个所谓的药物的申请跟领用检核表 原来就是有这个包括年龄跟这个13个 这个重症的高风险因子 都有在上面要一个一个打勾 那目前来讲我们这个表单就把它改成是免填 也免缴回 改用这个健保代码上传的方式 来做我们这个药物的领用的这个记录 至于说口服抗病毒药物的一个窃解书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处方医师跟调剂药局都不用填写 只有说要跨院所跨药局去领用的时候 才需要填写这一个窃解书来作为领用的证明 那最后一项是这个在开立之后要追踪这个病人的状况 有一个叫病人治疗记录表 有点像日记一样每天都要去填写这个体温跟一些身体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这次也简化 处方医师本身不需要填写 那因为我们的病患 他后续会有不管是住院住在急检所 或者是回到居家照护的后续的这个照护团队 所以让后续的照护团队来处理 那后续照护团队呢 只需要参考我们这个记录表当中的一些内容 这一个表格也是列为非必填 那就是说我们让整个文书作业能够大幅的简化 能够让医师更专注在跟病人说明这个相关的事项 以及要查阅这个病人可能过去的用药里头 过去一周如果扣掉昨天的话 实际上每天大概领用的人数大概在100上下 那周周末会比较少 不过昨天5月9号 一口气这个就开了819人份的这个辉瑞的新药 那另外在莫娜皮拉维的部分 昨天也开立了这个218人份 所以这都是在我们这个使用口服药以来 算是使用单日人数最高的一天 那我想主要是从这个统计来看 这个辉瑞的新药800多份里面有423人份 是从医院这边来开立的 那也包括就是医院所负责的集检所 那另外396人份的话 则是从我们的核心药局 卫星药局这边的药局来开出的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有社区这边的 比如说居家照护 或者是视讯诊疗疗的医师有开立 之后让这个处方签 让透过我们的核心药局 或者是社区药局去到宅送药 或者是有家人出去帮他带领 所以我想目前有稍微先打通了 整个开药的到这个送药到宅 整个这个流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